做得好 可是我们要记住 宗教要回归教育 这个两三年来 我过地去访问了 就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希望宗教回归教育 这年龄 我两次访问梵蒂冈 陶然主教 代替教宗 接待我们 给我们举行 两天六个小时的座谈 他告诉我 根据他们的调查 最近这十几年来 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信徒 人数逐数下降 一年比一年少 他们很担心 如果这样下去 二三十年之后 信仰宗教的人就不多了 我当时听了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们要回顾一下 每一个宗教 最初的创始人 他是怎样创立的 怎样沉船 几乎他们全都是社会教育家 圣加蒙尼教学四十九年 穆罕默德好像教学二十七年 摩西也有二三十年 耶稣教了三年 本人开始 通通都是教学 始 outsid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